全红蝉终于提车了 喜大普奔 当然有点小失望的是 并非蝉宝本人去提车 不能解解蝉 但是看到久违的全爸在公众视野露面 也是很开心的 全爸爸代表全红蝉领车 满脸憨厚笑容 看得出来甚是满意 当然红旗汽车也做足了功课 有多年轻车 赠车交车仪式 又是拉横幅 又是送鲜花的 还有详细的车况介绍 可以说是相当的体贴了 小编也留意到网上的消息 红旗汽车很贴心的送货上门 送到了家门口了 全红蝉果然是重量级别的 领个车都压轴 当然我相信 这是由于全爸爸前一阵子 忙于果园丰收 无暇抽空 再次恭喜全红蝉 恭喜全爸爸 得此优秀又充满孝心的女儿 夫妇何求 令人羡慕 全村人都在晒全红蝉的豪车 纯黑色系的国产豪车 停在老屋门口十分气派 一位帮全红蝉爸爸卖穷子的亲戚 分享了豪车内部的结构 他还分享了开冠军车的感受 据这位亲戚透露 这是全红蝉送给全爸最好的礼物 14岁的全红蝉真的很孝顺 不仅夺冠后惦记着帮妈妈治病的事情 就连豪车都直接送给爸爸开 有这样的女儿 全爸全妈以后一定会幸福的 喜欢蝉妹妹的朋友可以关注我哦 随时更新蝉妹新动态